多云茅间 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量少珍贵 竟然豪迈入菜 它这个入口清甜又有茶香味 好喝 贵州除了舌尖世界 还有个地下世界 中国规模最大的采矿遗址大变身 变成了五光十色的病鼠圣地 踏进中南蒙古城 来到明清世界 恰巧碰上了城边紧张的年度盛世 激烈的龙中大赛卷起来 现在我在贵州 要带你走访各种传奇世界 一起寻找在泛进山脚下 神龙并有第一村 茶叶上有长毛 你敢喝吗 紫水现在所爱的位置呢 是贵州省的多云市 那多云的毛尖茶是贵州的三大名茶之一 那茶叶上为什么会长白毛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探寻神龙就从贵州的舌尖世界开始 多云毛尖茶名列中国十大名茶 是明朝的皇室贡品 清朝开始行销海外 这里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造就出茶叶的独特性 毛尖茶最大的特色是白蚝满坯 但这白蚝是怎么冒出来的 许大哥 许大哥 猜茶界的Superstar 在这儿 你在这儿 在这儿 我找你好久 哎呀呀 等我 为什么我会叫他采茶界Superstar 因为我们许大哥他起名叫许明星 所以叫他Superstar 很合理吧 对吗 合理 好 许大哥我想问一下 我们这个都云市的这个毛尖茶 它为什么这么的有名 这个都云毛尖茶 它是明清时代的贡茶 然后是1956年 茶都送给毛主席喝了之后 毛主席说茶很好 然后就命名毛尖茶 我好奇的是说它叫毛尖茶 但是它没有毛啊 毛尖茶的毛要是看不到的 要炒制制作的工艺 才把它炒出来的 有一个工序叫做提豪 提豪 它就把那个茶的白毛毛提出来 哦 所以我这样肉眼看 我真的没有看到毛啊 就蜘蛛试试有 但是没有它的毛 但是可以 毛尖好茶 只采一心一叶 顶级茶只采一心 那我们现在要采的是 只有这个尖尖的这个是吗 那这是春茶要求 最好的就是这个尖尖的 好 然后差不多一公分 两公分 这个呢 才是标准的 那里也行 那里也行 我怕我拔了之后就浪费你 那要这样拔的 这样拔起来的 所以我不能用指甲切断它 不能用指甲切的 我要捏住它折下来 不是 这样 要这样 拿着 把它提起来 直接抽起来 好 我现在这个可以吧 提起来 用力 对 要这样提起来 你看 这个很难学 行吗 我们炒一瓶干茶 这个要六万颗 你把我种在这儿好了 我直接跟你一同伸张好了 六万 怎么可能 这个眼力要很好 是啊 又啊 我这样眼睛都没看到 你眼睛哪看到那么多 我们习惯了 从中间断了 那就不行了 断了就不行了 好 许大哥我们可以接受体拔的 16吨是吗 就这样 两个手 那咬眼睛看得到我才能拔 对啊 要两个手 所以这要手快眼快 茶都摘好了 怎么支撑好茶 就得靠真功夫了 我已经听到它啪啪啪啪了 就是那种啪啪啪啪的声音 响声 明星哥这个温度多高 这个沙青温度 280度到320度 那你确定你的手这样没问题 没有 你确定 确定没有 这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八点档 机械的手臂 那我这样子翻要翻多久 杀青的过程要5分钟左右 那这个作用是什么 我这样子炒它 破坏掉它的那个自生带的一种煤 破坏掉它就不会再有发酵的过程 把那个青味去掉 然后你喝的时候才喝不到它的青味 很香 你把它拉高它反而很香 是啊 它的香气 对 它有很香的味道 它的香气带着那个水蒸气蒸发出来 镜头在拍我不烫 我不烫 就这样揉 那我揉碾的作用是什么 把这个芽搓开 搓细搓紧 然后我们要这样揉碾揉多久 这个要20分钟 很久 一斤干的干茶要炒四锅才能炒一斤干的 那也太费工了吧 是啊 你们这样子卖是卖多少 150克 600多 600多人民币 对 为啥我们手不会烫到 听说我的手因为拿的是上面的 是 不会拿到底部的 所以我们的它就不会烫到水 可以体验一下 撕一下 我可以体验一下 那我那个温度可以先给我关掉吗 关掉了 可以来 现在交给你了 我的天啊 你就吓死我了 哥你别跑 没跑没跑 太热了 多近一点 如果很近了我还要近 好 拿了 哪里不烫 不烫 不烫不烫 这样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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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被你弄死我了 好烫 全是你力气都使出来 只能朝一个方向不能反 我这一包600块 人民币 680 加入我亲手制作 变1000块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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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蹄蚝 满手的毛 毛尖这顶级绿茶 量少珍贵 冲泡时 茶叶会成杯底 白蚝会浮油水中 湯色嫩绿明亮 品起来清香回甜 许大哥今天豪迈地拿来肉菜 谢谢我们的许老板 招待这个丰盛的这三道菜 但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 许明星许大哥 跟我们许笑容许道伴 为什么你们两位都姓许呢 他是我叔叔 原来是伯父 原来是亲戚 好 那许老板 我们这三道菜 推荐给观众的话 会是从哪一道我们要先开始 这些是毛羯缺水鸡 我们的这个土鸡是在茶屋上养的 放山鸡 对 放山鸡 它在茶屋上生长 下鸡蛋也在茶屋上 是 对 所以我们用茶叶来炖这个土鸡 这个汤比较炫 比较炫 有茶香味 很好吃的 它闻起来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对 它这个入口清甜又有茶香味 好喝 这茶叶是甜腻的 对 它可以吃这个作用 我刚刚看到它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 这道一看就觉得超好吃 徐老板 这道特别处在哪 毛羯茶 放进去这个肥肉不太油腻了 是 它这个肉有点酸酸的 你们加了什么 这个酸 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辣椒做的这个酸 你这个是辣椒酸 对 辣椒酸 你们辣椒酸的那个就是这个 辣椒 我们用辣椒来多碎 对 发酵 发酵 成这个酸的 真的酸的味道 我第一次吃到红超肉 是用辣椒酸加茶叶 对 它这样吃起来超级不油腻 吃在口中它一点都不辣 它就只有微微地提味道 然后很爽口 这个我需要来白饭 这就是要配白饭的 绑椒酸 这个吃起来就很下饭 对 这是我们绑椒酸 你们不要拍桌工来吃 好好吃 毛肩肉菜真的是画龙点睛 别看我只顾着吃 吃饱了还要去找神龙呢 贵州有个中国拱都 过去曾是赫赫有名的珠沙王国 现在摇身一变 成了五光十色的殿下世界 还是好玩有趣的避暑圣地 不能采矿 一个垂直的一个采矿通道 啥都看不到 感觉应该蛮神的 对 所以叫万丈深渊 是 你跟它不行了 你看它 很 好吗 晃 不将山万里 子孙我现在的位置移动到了 贵州省同仁市万山区的珠沙古镇 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珠沙矿场区 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常矿了 而且它转型成为了一个风景度假区 用轻松舒服的氛围 告诉游客在地的故事 万山竟藏有珠沙矿 难道神龙也藏在这里 走入昔日矿区 工业气息已经消失 看到这个非常接地气的标语了吗 想来打卡了吧 你能想象万山曾是采矿 演练 研究拱的工业基地吗 那么这一个 这些都是古人采矿 留下来的一个历史 好的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王总 好好地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 是全世界最长的地下人工采矿坑道 俗称地下长城 那么我们这个点呢叫盐银窝 为什么叫盐银窝呢 就是古人他是根据老鹰在作潮的地方 就是说老鹰作潮的地方一定有保障 古人就从这里开始 是 采掘我们的朱砂矿石 采矿跟到蜿蜒取之 它是跟到矿卖走的 那么这上面可能有一窝这种矿石 所以就采矿石 所以他把它挖走 所以有出现这么大一个洞 对 所以这里曾经有矿它挖走 王总我发现我刚刚左右两边 好像都有像这样子的柜子 你里面摆放的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在这个矿洞里面 采出去的一个朱砂原矿石的一个标本 要么里面中间有一个红色的 就是朱砂矿物晶体 全透明的 大家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滴水 有 这个滴水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 才全世界只有我们这里才能采 这个朱砂宝贝 这里的温度跟我刚刚在洞口外 差了起码有10度吧 对 它是一个很温的 平均的温度在16摄氏度左右 冬天来这里面很软和 夏天来觉得这个很凉爽 对 它比空调还舒服 我们这地下长城 是 全长970公里 它这个矿体比较丰富 这里的矿体很多 所以采出它的空间就比较大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它是动连动 层层动 怎么让它能够保持呢 就靠我们这个矿柱 我们右手方的 对 这个矿柱 就是我们古人采矿 是 它不会留在一定的区域 会留着这个宽度 然后保持每一层的这个 这个采矿安全 是 对 所以这个矿柱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 所以这个上面等于是有个二楼 对 那就是二楼 还有三楼 还有 还有我们脚底下 可能有五楼 七楼 对 好 总的深度可能延伸下去 将近有四五百米 往下 对 很深 这地下世界是不是很惊奇 处处藏有大智慧 古人采矿 一个垂直的一个采矿通道 我们还广直地打 因为我们知道 下面它就一层一层踩过去 它必须有一个垂直的工作 也通到 那么工人就通过这个通道上下 然后去其他的洞这样子 对 我啥都看不到 感觉应该蛮神的 对 所以叫万丈深渊 是 走出层层跌跌的坑道 准备挑战玻璃天桥 王总 我们这边是 本来就应该要套鞋套吗 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玻璃天桥 它中间有玻璃 整个玻璃光面 比较大 这个很光滑 那么我们穿鞋套 一是保护游客的安全 不要在玻璃面上打滑 第二也是要保护我们这个玻璃这个设施 游玩的设施 哇 各位游客 请看我的这个右手边 等一下等一下 王总 你看他不行了 你跟他不行了 你看他 很怕吗 晃 你们不要走太用力啊 我会晃哦 这不风吹 你们不要用力 因为我觉得很晃 我还是看旁边好了 王总 你刚刚说这个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们申报世界工业文化遗产的 叫黑洞子 这个经典 因为这个也是古人 这个采矿历史已经有几百年了 哦 这里看到了千疮百孔 这是一 第二你看他这个颜色都已经变黄色了 是 为什么 他是用火烧 古人很聪明 叫他叫什么 叫爆火烈士法 他就是古人用柴火堆在岩石上 是 把他岩石烧红 是 然后泼冷水 是 让他热战冷缩 才能到里面去矿 王总 你讲话不要太激动 因为有点晃 有点晃 没有晃 不用怕 我们这 我 我再可以在这里保护你 因为我们这里 你看整个一层一层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了好几层洞了 你可以点一点 这边是不是就比较看不到那些洞了 嗯 那么你看我们这下方 这个就是1889年 英国法国 那时候八国联军 来中国掠夺我们的资源 这里就是一个采矿的遗址 我们有这么一种做法 这个所谓一个中国最早的招商影子项目 哦 因为把英国法国他们的先进的采矿技术 是 冶炼技术引进来了 十年 是 掠夺了我们三百吨的这个珠沙 三百吨 对 按照当时的计算 获利四百万银元 四百万银元 那我们不要拍我们再去挖 听说里面还有 对 有 有 湾山不只有采矿的历史 就连山上的石头也很有看头哦 子萱你能看出这个石头它的什么含义吗 我 看不出来吧 因为这个石头啊 因为它是一个老腹的一个龙帽 但是这个石头啊 我们不同的角度 它会展示给我们不一样的 老腹 老腹 转到另外一面会变成 更年轻的一个女孩子的一个龙帽 那我要看一下另外一面真的会变成 走 我们下去看 好 矗立在悬崖边上的天然石石 叫做仙女石 又名望夫石 曾经有段新美爱情故事 子萱有没有看到像不像另外一个画面 我觉得这里我就看得非常清楚 这里很像一个女生 然后前面抱着一个小孩子 对 这一面是非常清楚可以看出那个样式 万山开采630余年 有970多公里长的坑道 每个都很精彩 这个又突然变这么矮 对 这是我们景区最矮的一个位置 这用玻璃特别造起来是什么东西 这是1889年啊 英国 法国在这边掠夺我们的资源的时候 因为他们就是利用这个锅通过高温 让这个矿 朱砂矿石融化以后 冷却以后就变成了水银 他们就把水银掠夺走了 对 我们留下来的是证据 沿着缠绕与山间的玻璃栈道继续向前 沿途景色绝美 禁止跳跃 到了这个位置 是 我们就可以看到粘延的裙银 对 这里的景色很美 是 但传说中珍贵的朱砂在哪里呢 紫萱 你看这个就是朱砂路头了 它已经露出来了 你看这里 看了红色的 这就是朱砂 这个还红红的啊 所以代表里面还有了 对 它这里有一个矿脉的 你看我们这里也是 这个也是 但是我们这里最珍贵的是什么 就在这个洞里面 你看这里里面 已经被往来走了 你看这个被抠掉了 你看这也说 百年前的矿虚还能怎么变 没错 这里也有大饭店 紫萱 现在我们整个玻璃栈 65米仅剩下10公尺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要带你去 另外一个天地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南道 这个南道叫趋近通幽 这是一个最古老的一个典型的景观 那么我们古人在一些庭园楼阁 都会采用这种趋近通幽的设计风格 那么我们这个酒店 是一个高端的度假酒店 它来到这里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天地 犹如我们这个世外桃园吧 看 这个就是我们贵州的蓝门酒 蓝门酒 我又喝酒了 对 来贵州必须喝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 八道了 喝完了美酒 你好像看到了有龙树木 跟着盛大的队伍跑 既然跑到了龙舟之乡 还邀请我阴起舞龙 夜晚还有更热闹的赛龙舟 人潮满满 应该可以打听到神龙的消息吧 为了寻找神龙 我来到了龙舟之乡 铜仁市 一个以山为魂 以水生灵的城市 它位在山江汇流的地方 听说这里有座铜崖耸立 古代曾经发现同佛三尊 所以得名同仁 照这么看来 神龙潜藏于此 倒也不足为奇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跨鸥亭 跨鸥亦屹立在我们的 三江汇流之处 那这三江是哪三江呢 就是我们的大江小江 汇成了我们的井江 这边就是我们的大江 是从范进山流下来的 在我们的身后呢 那边就是我们 从乌江流过来的 所以呢大江小江 汇成了我们的井江 我现在听到后面 其实非常的精彩 对 就是为了 为了我们的端午节龙舟赛 是 做一个热身赛 对 那我们可以 过去看一下他们的情况吗 对 那我们可以去看看 话说龙舟 已经是同仁最靓丽的 一张城市名片了 每年端午节的 国际龙舟邀请赛 有客纷纷齐去井江两岸 看着龙船队伍磅 磅礴登场 夺标那一秒 更是叫人热血沸腾 这里果然是龙腾之地 中南门古城的百科船树 瑶瑶 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字吗 这个嘛 这个是我们 中南门牌坊的一个背面 上面写着 白蛤符臭 白蛤符臭 对 然后白蛤呢 它就是意味着 上百条的船只 符臭呢 就是形容我们人 像车链上的一个咕噜一样 这个意思呢 也就呈现出 我们六百多年前的同仁呢 一片欣欣向荣 人云密集的一片景象 所以呢 在这边写了白蛤符臭 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正面吧 好 走吧 对 这边是我们中南门街牌坊的背面 因为我们所走的这条街呢 叫做中南门老街 是 这也是我们中南门历史文化流街区的一条主街区 对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正面 正面 好 对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锦江大桥 嗯 在我们现在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中南门街牌坊的正面 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是 对 以前我们乡川干边境的人民呢 都来我们这边进行一个商业贸易 对 他们来这边经商 是 因为水域的运输比较方便 人流量也比较大 这边就是我们的码头 这一块就是贸易集散地 现在都有些大大小小的商铺在这里 小吃什么的 对 大小小的商铺在这里开放 中南门古城是同仁仅存的一片 最完整的明清历史文化街区 保存有古代建筑百余洞 数量庞大 布局景然有序 有望楼 宗慈 民居 店铺等等 我们穿过东边门来到了同仁文庙长智慧 在我们文庙的前方呢便是我们的灵心门 灵心门它是文庙或者学宫前面独有的牌坊 为什么在文庙前面会设置灵心门呢 因为灵心即为天上的文心 文心呢它就预议着天上的广运音材 孔子呢能够与我们相教化的神仙相比较 所以呢我们在孔庙设置灵心门 也是能够与天上广运音材的神仙相比较 所以代表我穿越了这个灵心门之后 我就会变得很会读书 这个意思吗 好走 对 也有这个意思 那我们走吧 穿过灵心门 文庙门仙两色一鼓一钟 仿佛梦灰千年 为什么这里有个盘龙大柱呢 是因为当时呢 宋徽宗尊称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因为他所创的辱学思想 已经达到了大道的最高境界 对 所以呢 他被推崇到了王的一个地位 他自汉武帝之后呢 都被历代帝王所推崇 所以呢 在我们文庙呢 也设置了这个盘龙大柱呢 也与孔子的他的一个地位呢 也相匹配的 经过盘龙大柱 就来到整座文庙最深深的地方 大成殿 准备拜见至圣仙师 在我们的上方呢 有四幅牌匾 那我们呢 就来讲两幅牌匾吧 是 好 在我们的右手边呢 这个得其仇宅的牌匾呢 是我们的咸丰皇帝 也就是清朝的第九位皇帝 欲比提书的 这也意在赞扬呢 我们孔子的学术思想 和品德是完美无缺的 在我们中间这幅牌匾呢 称为斯文在兹 这是我们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 光绪皇帝欲比提书的 这也意在赞扬我们世间 所有的思想呢 都源于我们孔圣元孔子 他独创的辱学思想 这个孔庙我们已经看完 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 往哪儿去呢 还可以看到我们 整个孔庙里面的一个柱子 这些石墓柱体呢 都是我们从加拿大运送过来的 波罗格木 它有三个特性 可以起到防虫 防腐 防潮式的一个作用 波罗格木 对 波罗格木 对 整座文庙呢 它是一个纯木制的一个建筑 是 所以呢 这些都是我们的 一个石墓柱体的 对 在尊重历史和现状的前提下 同仁中南门古明居 融合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经过重新打造后亮相 便火红了起来 从南到北有十三条小巷 从东到西又有六条小巷 在当时都是以血缘和宗族而居 教具规模的有徐家相 陈家相 万家相 张家相 其中仁丁兴旺的陈家人 更是以四世磕甲蝉帘为宜郡之冠而闻名 古城实在太大了 我们继续游车河 中南门码头 中南门借着锦江水路交通的便利 曾是同仁著名的码头和繁华的商业区 青砖灰瓦的建筑群体 樸实素养 高峻的码头墙既可防风又可防火 凸显了古代民居 建设规划和设计技术的高超水平 灌了一天了 我们刚刚把中南门老街都灌完了 是 你现在饿了吗 这时间差不多可以吃饭 对 到晚餐时间了 我们刚刚走到了我们的月亮街 我们这边正好有我们的长龙宴 长龙宴是什么 长龙宴它就是龙头到龙尾 是 从这个头连接到我们的中南门老街 差不多有百米长 百米 对 一百米多长 是 对 就在我们整个龙它身子的一个中间 是由数百张桌子拼接而成的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我龙头放在这 然后尾会在向尾是吗 对 在那边 向尾 然后中间的身体是由我们的桌椅拼成的 然后大家可以做成白米长拼在一起吃饭 三票 看 三票 这个就是我们贵州的蓝门酒 蓝门酒 又喝酒了 对 来贵州必须喝酒了 听起来你很爱喝 对啊 我们贵州很能喝酒的 看你今晚能不能喝过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对 八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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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给她喝 对 我们尝一下吧 我们还有高山流水呢 高山流水要干嘛 来 快走 你坐那边 好好好 我这么热 还要吃火锅 同仁真的好热 看到我在流汗吗 我们待会等我们的阿姨上菜吧 是 好 看这个就是我们同仁的一个特色的本地菜 我们的土猪肉做成了一个刨汤火锅 桃汤 对 很好吃的猪肉 都是土猪 它直接吓到我 对 这边就是我们的迎宾花骨 打花骨 贵州是苗族人聚居较多的省份 苗族的代客文化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每当有客人或贵宾来临时 从蓝门酒到迎宾花骨等等 如不展现苗家人的热情 所以这个就高山流水啊 你看 怎么这么高山 三秒热梅 阿妹唱山歌 山歌不停就不断 山小水小人欢乐 阿哥啊你要喝 嘿阿妹你跑不多 你若不喝是嫌弃我 嘿嫌弃我 嘿喝喝喝 有味 一口干 一声平安 她的歌词里面有 嘿嘿嘿 你若不喝你就是嫌弃我 嘿嘿嘿 你看我的太太笑 好 谢谢 拜拜 漫步在中南蒙古城时 一直发现有龙穿梭其中 似乎在酝酿什么大型庆典 好不热闹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我们待在同仁的这几天呢 很刚好地碰上我们 2020的中国传统龙中大赛的 系列活动拍跑 我们虽然呢 它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离开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扮演好 观光客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就来吃热闹闹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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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隆其聚 对夫我紧张儿女 逆方 安逸 同仁的传统龙洲大赛 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一种精神的传承 除了向上精彩刺激的赛事外 在一旁的中南蒙古城 更有隆重的请龙仪式 来自各地的龙队 齐聚一堂游街 每一条龙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身为中国龙舟之乡 拥有悠久的龙舟进度历史 几乎各个村都有自己的龙舟队 当地人早就把华龙舟和生活巧妙结合 并为此感到荣耀 置身在龙的世界 我也打听到了神龙的消息 大家纷纷叫我往范进山去找 一年一度的龙舟社会 套描锦江奔龙不息 悠悠锦江碧波荡漾 降龙的鼓声已经响起 神龙觉醒龙舟 龙舟党 狗狗的毛个 黏暖 黏暖 你知道中国抹茶之都在哪里吗 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基地 一会儿大公开 来到世界自然遗产地 范镜山的山脚下 还没遇见神龙 却先闻到茶香 原来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基地 就在同仁 既然是中国抹茶之都 你想怎么喝抹茶 怎么吃抹茶 都能很时尚 重点是抹茶最早起源在隋朝 鲸鱼堂 圣鱼宋 其实根本是源自中国 提到抹茶你想到哪里 是京都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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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子萱要来打破你的既定印象 我们是在贵宗省同仁市江口县 我们要来喝抹茶啦 让我们欢迎小敬 嗨 朋友们大家好 因为我们平常 我其实很爱喝手摇饮料 所以我很爱喝绿茶 那我好奇的是说 我绿茶跟抹茶是不一样的东西吗 对 它们在制作工艺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抹茶粉 它其实也是属于绿茶 我们的绿茶粉 它就是通过我们普通的叶茶 研磨成的粉末 像我们的这个抹茶粉 它是我们通过一道 阵性覆盖过后的茶树鲜叶 研磨成的一个超微粉 我们的绿茶粉 它就是跟普通的面粉一样 它最多就可以达到一两百目 像我们普通的一些面粉 对 它只有八十目左右那么细 但是我们的这么一个抹茶粉的话 它是可以达到八百目以上 最高我们可以达到一千六百目 所以说它是我们普通面粉的十多倍那么细 代表它比面粉还要细致 那我们的茶叶是选自哪里的茶叶 全部是选自贵州同仁 然后范进山的周边 你这样在调高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闻到它那一股淡淡的海苔香 这是我们抹茶独有的一个香味 对 动作好优雅 看着不像第一次写的样子 够了 够了 差不多 现在是我们的茶蜜刚好处底 对 刚好处底之后要前后 前后 要快速地去击辅它这样 是要打发它吗 对 是要打出我们的一个泡沫 对 这个速度一定要稍微快一些 这一趟也比较关键 如果说我们的速度不够快的话 它的那个茶蜜 对 打不出来 细细的泡沫 可以使抹茶的风味更柔顺干美 我们第三汤不需要加太多 加到三分之二左右就可以了 三分之二 然后因为我们等会要作画 对 我们一定要从盏的边缘开始加 不能加到中间去破坏我们的一个泡沫 从边缘加 现在我们的第三汤就是收汤 收汤 对 现在我们的茶蜜不用处底 然后在我们的一个表面这样轻轻地去击辅它 然后我们现在看我们的那个表面 它那个肠膜有一些像那个鱼眼一样的 对 稍微大一点的泡沫 我们要给它收到像我们的一个蟹眼 蟹蚊蟹眼那种特别细的一个泡沫 很绵密的状态就可以了 有大泡沫 打完之后我们这样轻轻地绕一个圈 然后在中间收起来 那我们这个三汤点茶法 点了一盏抹茶就搭好了 你的好漂亮 像我们宋代的一些文人默客 他们就是叫做茶百系叫豆茶 豆茶 他们就是给它打出绵密的泡沫之后 对 再用我们的一个茶粉调高 调完之后在上面做化 不同浓度的茶粉起到了颜色分层的效果 一定要先品尝我们这个茶汤表面的一层泡沫 对 是不是很绵密 感觉喝的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一股茶香 有很浓郁的海苔香 然后它入口它是有一点点微苦 但是它会立马就回甘 感受茶香的超人 我们即将步入一个神秘的世界 在同仁有个中国土家第一村 神龙似乎就隐身在那里 你看一下这酒坛 是不是很平静 对啊 但是它真的是表面风情浪静 暗底下波涛汹涌 寻着线索 我进入了放进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它是现代化美丽乡村的缩影 拥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叫云社 神龙应该在等我了吧 只想我这趟来贵州 毛南竹的载子 确认 布衣族 确认 白褲瑶族 确认 土家族 确认 土家族 我来了 怎么回事 我可以进去吗 这个是我们土家族 专门迎接贵客的一道蓝门礼 在我们土家族是有十三道蓝门礼的 是 那今天要想进入我们的土家寨呢 是 大会可得要先跟着我们的妖妹们对上山歌 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中国土家第一村寨 云社 那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妖妹的山歌 土家族 是 迎接贵客的一首山歌 其实要进入我们的土家的载子并不难 先把山歌唱起来 每个衣服上牙上高台 牙上牙上高台 请你来哟 嘿嘿嘿 那刚刚我们的妖妹呢已经唱了一首祝福歌 是 那接下来就要用您的歌声来打动他们 然后带回我们这个竹竿就可以为您升起来了 那怎么样 准备好了没有 真正高兴地见到你 满心欢喜地欢迎你 欢迎 欢迎 我们欢迎你 我们小姐姐的歌声美不美 对 好 这个歌声算是过关了 但是您看 好 进入到我们的土家站门口 是 已经为您摆满了我们土家的糯米酒 咱们贵州的米酒总类是非常之多的 是 但是这一碗酒是用饭进山的山泉水酿造而成 喝起来口感是别样的香甜 随时粗茶喝丹粉 马铃 铃 铃 对北坡就飘起铃马铃 铃马铃 铃马铃 请你喝呀 嘿嘿嘿 请你喝呀 嘿嘿嘿 好 那刚刚您的歌声也过关了 酒量也过关了 那现在挂满我们这个是意味着五谷风灯的意思 哦 待会我们这个竹竿会为您抬起 意味着一帆风帅来迎贵客 那 简载咯 谢谢 经过了一系列的欢迎观看 谢谢 总算进到了素有中国土家第一村称号的江口云社村 趁着打麻鼠的时候 土家族人告诉我 云社村债大四天亭 环形四迷宫 这感觉不就是神龙会现身的地方 我们身后的 是 这一口痰就是云社最神奇的一个地方 它被称之为云社的生命之源 你看一下这口痰 是不是很平静 对啊 但是它真的是表面风平浪静 暗底下波涛汹涌 这一口痰到现在为止 还有三大痰需要去解开的 三大痰哪三大痰 第一个就是这口痰的深度 深度到现在为止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考察考证 第二个呢 这一口痰它是一个天然的天气预报站 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是天气预报站 就在以前没有网络 没有手机 没有电视台年代 当地的老百姓怎么知道未来几天天气 他就通过观看这一口痰的变化 其他地方估计是看云 看天象 对 我们这边是看水象 水象 什么叫水象呢 是 这一口痰的水色和水味 它不是固定的 就总结出了一条经验 水清水落的时候 它就是未来几天天晴的一个前兆 水魂 水涨的时候 就是未来几天下雨的一个前兆 十里八乡老百姓羡慕云射人 是 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一口痰 有天气预报站 神龙痰的神秘还不仅如此 就连水流的方式也充满神秘色彩 我们都知道水是往低处流的 对啊 但这口痰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之下 它会出现水往高处流的现象 水位会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沉下去 然后产生这个红溪效应 将下游的河水倒吸过来 形成水往高处流的现象 红溪效应无难我就知道了 对啊 那以前老百姓他不了解这个科学 他就认为这是某种神灵在里面 所以云社老百姓千百年来 对这一口痰是非常的敬畏的 被称之为范蜜山脚下 神仙居住的地方 接下来我再带你来看云社的第二期 第二期 统子屋 走吧 跟着我来 好 我来去看长什么样 原来这坛里就住着神龙 庇佑着土家第一村 云社的意思是云中的房舍 仙人居住的地方 真是一处宛若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村落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 云社的第二大神奇的地方 桶子屋 桶子 你知道为什么叫桶子屋吗 不知道 这长得不像桶子不圆的吗 长得不像桶子 是 我们有方的桶子 我跟你讲 这个为什么叫做桶子屋呢 是 就传统的 以收割稻谷的时候是用什么工具 在我们当地的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 叫做护桶或者叫护斗 护斗 它的形状是上大下小方形 形成一个道的梯形 梯状 我们也是用那个 用那个对吧 对 那么你从工具来俯瞰这个房子 它就像那个护斗一样 所以把它叫做桶子屋 云社的古民居 多是以桶子屋 三合院 四合院为主的橄榄式建筑 古仆壮观 气势辉宏 完全展现了千年土家族的特色 土家族的这个建筑呢 它虽然有天井 不过它是属于典型的走马转角 什么叫橄榄式建筑呢 它就是最大特点 梁柱重横 底架抬高 就是说它很多的房梁 房柱 然后它的这个底架抬得很高很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地下是不是很潮 最重要的是著名的多雨的地区 是 环境比较潮湿 所以这个橄榄式建筑 它把这个底架抬高过后 能起到防潮的一个作用 这是古人的一个智慧 是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土家桶子屋这个正厅 你看它有个什么特点 没有门 发现没有 对 各家各国它都不会有门的 是敞开的 它大门的朝向 和正厅的大门的朝向 形成了一个90度的一个拐角 L型就对了 L型的拐角 我们土家村管它叫做什么 叫做走正道 发横财 来 子萱你过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看那个小孔了没有 是 那个小孔 是 这那是干嘛的吗 排 排废水 不是排废水 其实这个天井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蓄水器 这个雨水下来过后 就通过这个天井把蓄起来 然后再通过这个岸渠 是 排到外面去 外面再用明渠呢 引到自家的田地当中 真正做到了肥水不留外人田 这就是土家人的一种智慧 有幸运来到这处仙人居住的地方 见识到了神龙潭的神奇 更是感受到了土家族淳朴的可贵 就尝一下鸡蛋 还要尝一下茶叶 是夹在一起吃吗 夹在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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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鸡蛋很香 是不是有点那种苦澀的味道 我是没有吃到澀澀的感觉 那就是茶的味道 还是我刚刚采得太好了 一点都不顺 一点都不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